二十一,汉字叔叔,一个美国人的汉字情缘。 情缘,逻辑,硬,死记硬背,偶然,演变。 遗憾,心脏,思考,抓紧,尽快,经典,酷,输入,元旦,疾病,创办。 公开,最初,痛苦,微博,称呼,客服,收集。 包含,繁体,简体,方言,称赞,真相。 配服,开放,下载,单位,识别,查询,物理,完善,退休,日程,追求,梦想。 理查德·希尔斯,说文解字。 北京师范大学 汉字叔叔,一个美国人的汉字情缘。 一九七二年,二十二岁的理查德·希尔斯爱上了中文。 但是,他感觉汉字很复杂,汉字的一笔一画没有任何逻辑,只能死记硬背。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如果了解汉字的来源和演变过程, 再学习它就变得轻松,容易。 但是他遗憾地发现,几乎没有一本英文书能充分解释汉字的字缘。 1994年,理查德得了心脏病。 当时,医生说他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多了。 那时,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 我该怎么办? 我该做什么? 如果只能活二十四小时, 我会打电话和朋友们说再见。 如果我还能活一年, 我要抓紧时间, 尽快把说文解字电脑化。 就这样,一步步古汉字经典进入他的资料库, 仅仅复印、整理和把这些资料输入电脑就用了八年。 2002年元旦, 战胜疾病的他决定把自己创办的网站公开, 让更多喜欢中文的人在学习汉字时, 不再像他最初那样学得那么痛苦。 2011年, 有人把他的故事放到微博上, 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也因此被网友亲切地称呼为 汉字叔叔。 打开汉字叔叔, 克服种种困难, 花光全部积蓄创办的网站。 可以看到他收集整理的近十万个汉字, 包含了他们演变的全部字形, 当然也包括繁体字形和简体字形, 还有普通话和部分方言读者, 英文示意等。 还有普通话和部分方言读音, 英文示意等内容, 被网友称赞为 有图有真相。 更让人佩服的是, 汉字叔叔将网站上的内容 全部开放给网友免费下载。 现在, 有很多单位向理查德 发出了工作邀请, 而理查德选择了去 北京师范大学教书, 因为那里也有人在做 汉字识别查询的研究。 在北师大, 他除了教务理, 还有充分的时间 继续研究他的汉字, 完善他的网站。 在中国, 六十多岁已经是 退休的年纪了, 但汉字叔叔 每天的日程却安排得很满, 他说, 我不会退休, 我还要继续追求我的梦想, 我要活到老, 学到老。 印 在中国历史故事 《指路为马》中, 赵高把路 印说是成马, 但是他感觉汉字很复杂, 汉字的一笔一画 没有任何逻辑, 只能死记硬背。 你不知道这一年我是怎么硬挺过来的。 虽然中药汤有点苦, 但为了治病, 他还是硬把它喝下去了。 明明是他忘了, 快递员的工作很辛苦, 谢谢你的好意。 谢谢你的好意, 饭就不吃了, 早点回去还要收拾行李呢。 偶然。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发现, 如果了解汉字的来源和演变过程, 再学习它就变得轻松容易。 虽然桂花偶然也能长成 18米高的大树, 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 它们都很矮。 它专心地织着毛衣, 偶然也会抬眼看一下墙上的挂钟。 那些我生活过的地方, 偶然也会在我梦中出现, 但都不是我的家, 彻底改变了它的命运。 你是怎么知道那家时装店在招聘的? 你不是不喜欢吃方便面吗? 尽快。 我要抓紧时间, 尽快把说文解字电脑化。 新产品出了点问题, 你和盐经理尽快商量一下这事。 趁这两天天气好, 你尽快把过季的衣服洗一洗, 收起来。 下个月就开会讨论计划了。 病人的情况很危险, 小刘已经联系好了客人, 就等你这边安排酒店了。 收集资料, 收集资料, 收集例子, 收集情况, 收集意见, 收集证据, 收集零件, 收集邮票, 克服缺点, 克服弱点, 克服消极思想, 克服不利条件, 追求理想, 追求爱情, 追求科学, 追求知识, 追求健康, 追求外表, 追求权力, 追求速度, 追求质量, 追求享受, 追求时髦, 追求独立, 追求进步。 完善的制度, 完善的方法, 完善的办法, 完善的设计, 完善的方案, 完善的法律, 公开的文件, 公开的身份, 公开的秘密, 公开的活动, 公开的行动, 暗暗的佩服, 深深的佩服, 打心理佩服, 认真思考, 反复思考, 紧张的思考, 耐心的思考, 专心的思考, 慢慢的思考, 仔细的思考。 日程确定, 日程紧, 日程满, 日程松, 梦想实现, 梦想被打破。 偶然, 偶尔, 在校园里, 我偶然, 偶尔, 也会碰到李燕, 这本书, 是他一次逛书室时, 偶然发现的, 我平时加班不多, 月底偶尔有一两天。 李扬的父亲是一位画家, 所以李扬喜欢画画并非偶然。 他在农村的生活很单调, 偶尔的聚会还是在村里的老房子里举行, 很无聊。 和刘峰在上海的那次碰面非常偶然。 在昨天的训练中, 他很偶然的和队友撞在了一起, 受了伤。 他们多半会到莉莉家玩, 偶尔也会去吃饭看电影。 大家都安静地吃着, 只听到筷子碰到碗边的声音, 和偶尔的几声咳嗽。 收集客服, 追求, 公开, 佩服, 抓紧。 这点困难不算什么, 我一定可以克服的。 其实, 林峰与刘医生的恋情, 在医院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我们是大学同学, 那时候, 他就有了这个收集老报纸的爱好。 你抓紧准备一下, 争取下周把这个项目谈下来。 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很让人佩服。 爸爸平时常提醒我, 生活上不要过于追求享受。 买车的事, 我还没想好, 你让我再考虑几天。 令人遗憾的是, 中国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国花。 什么, 小明受伤了, 那 赶快送医院啊。 有文字学家指出, 最初的文字就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 追求梦想, 公开秘密, 收集雨水, 完善制度, 提上日程, 符合逻辑, 受到称赞, 下载资料。 理查德学汉字的经验, 笔画, 逻辑, 死记硬背, 偶然。 理查德的汉字网站, 抓紧, 紧快, 资料, 输入, 公开, 收集, 客服, 包含, 开放, 下载。 理查德现在的工作情况, 单位, 查询, 物理, 完善, 追求, 梦想, 日程。 昨天我把电脑好好整理了一下, 把没用的文件, 照片都删除了。 据调查, 有70%的网民经常在网上浏览信息, 找资料。 据调查, 有70%的网民经常在网上搜索信息, 找资料。 老年人喜欢读报, 而年轻人现在大都是在网上浏览新闻了。 你把他们送来的广告设计方案复制一份到移动硬盘里。 现在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 学汉语的目的也多种多样, 有的为了工作, 有的为了求学, 还有的只是出于兴趣,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那就是他们希望了解中国, 走进中国。 作家王猛先生说得好, 多学一种语言, 不仅是多打开一扇窗子, 多一种获得知识的桥梁, 而且是多一个世界, 多一个头脑, 多一重生命。 希望借助汉语的学习, 可以开阔你的眼界和思路, 丰富你的知识和生活。 出于什么目的或原因, 你做出了学汉语的决定? 你在学习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 你是怎么克服的? 学汉语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 从中你得到了哪些收获? 咱们得到哪些选择。 相机的方式等于你不能够通过程中遇到哪些改变? 我感觉的不合选的看还是很厉害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